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偶有短暂这雨 不过整体降雨都趋缓很多 但是深夜越晚 冷空气会逐渐的下来 如果非常晚归的朋友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待见保暖衣物 那周六呢 这个耶旦节的天气就是一个大变化的一个过程 这一波呢 在对岸呢 也发布寒潮预警 这个是今年的第六波 很有可能是至今最强的一波 那正经过蒙古南下当中 周六开始呢 就会显著的降温 从北到南 逐步的温度下滑 那预计呢 周日到下周一 这波冷空气的强度最强的时候 北部的都会的低温可能跌到10到12度 那空旺地区跌到10度以下 南部呢 也将会有显著的降温 中南部呢 也会到11到14度 空旺地区呢 也有机会到10度以下 务必呢 要注意寒害 那预计呢 要到下周二 三冷空气才会减弱 温度才会回温 不过呢 还是要注意辐射冷却 冷的感觉呢 在清晨还是蛮明显的 空旺地区的低温呢 在周二 周三还是只有12到14度 那这个一直会持续到跨年前才会回温 跨年晚上到元旦 应该是典型东北风的天气 相较于这个周末的回温许多啦 之后还是有可能有冷空气南下 仍然要观察 那周末这波属于偏湿的冷空气 北部湿冷的感受很明显 周末呢 北部有降雨的机会 主要是迎风面有降雨 下周一有水气接近 通过的水气比较多 有机会是各地有雨的天气 那因为水气比较多的关系呢 呃 这次来说的话 周末中部以北的高山 有出现降雪或是冰线的这个可能性 尤其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那下周二三之后就会逐渐的转干 以迎风面的区域 那跨年的31号晚上的来 目前来看的话 呃 有机会是典型东北风行的天气 呃 迎风面的东北部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震雨 其他地方呢 则是多云获勤哦 那到了元旦清晨呢 东半部看到曙光是比较低的 呃 西半部山区看到曙光的机会会比较大哦 那未来这周到跨年 这是一个很有剧烈变化的天气形态 也建议您呢 务必要跟随了天气变化 更新天气预测 做好保暖的调整安排 平平安安才能迈向2022 以上气象有天气风险 彭启平提供 回省中观数字幕 盯面的感谢 李继琴 听得多少 里面有空的 这次 给大家 务必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